2.5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城为何能够改变世界格局 又为何蒙古人36年打不下来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川鼠第二道核心防线之一的钓鱼城 其根本原理就是利用显要的地势来建成 达到一手南宫的最终效果 但是仅有2.5平方公里面积的这个小城呢 又是如何在36年中抵挡蒙古十万铁骑的践踏呢 如果我们仔细加以推敲呢 便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本视频就来重点讲解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1242年李贤下世的渔街受尹氏高人燃氏二兄弟的良策 组成一手八手可抵十万大局 这个地方呢说的就是钓鱼城 第一点呢就是地势的闲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那么要想守成呢粮草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当时呢退行的政策就是军民一体 村重秋波可以及时的给城内进行补给 那么这些粮食又是怎么运回来的呢 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 就是在钓鱼城南北设置一字城 贯通山体南北 一字城直通江心 并设南北水军码头以保障安全 解决完饭的问题 那么再解决水源的问题就不难了 因为钓鱼城上有天然的两口天尺 这口天尺的水呢源源不断 并且可以在水中掉出鱼来 这就是水源的保证 此外山上的平地亦可供可重 军民一体边耕边站的思想呢 可以让城内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 维持很久的时间 此外巨大条石修筑的城墙 也是盟军的噩梦 有两种可能 一是盟军投石火箭射程不打 二是宋军城墙坚固 前者显然更有说服力 不然盟军又怎么会架云体而强攻呢 当然光是有悬崖绝壁的外城墙防御 还是不够的 还有内城墙的设计 一旦盟军攻破了外城墙 那么内城墙就成为了整个城池的生命线 1259年4月24日 汪德尘猛攻其胜们差点得手 也就是在这天突破了第一道城墙 王谦率重抵抗 终于击退蒙古军 这一条路呢叫做跑马道 内外城之所以能守得如此之好 还因为这里建有完善的跑马道 这个跑马道全长8.5公里 无论盟军从各个方向攻来呢 都可以迅速的集结兵马 及时捕卫到各个攻击点 然后进行对盟军的抵抗 1259年4月22日 又是蒙古将领汪德尘 盟攻护格门差点导致护格门被沦陷 而护格门之所以后来没有被沦陷呢 就是因为在伊兹墙这边有一个神奇的洞穴 这个洞穴也是钓鱼城设置神奇之所在 恰是这个洞穴拯救了当时的护国门 这就是当年的洞穴 我们现在走下去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 因为它的最窄处只有0.5米 仅能通过一个人 这是一个能够藏兵的非常神奇的地方 可以杀敌人一个措手不齐 当时呢 王坚就是派出了在这里藏着的50名士兵 绕到汪德尘的背后 才使蒙古军退军 当时宋军之所以能够守住重驰 还是得业于这些大型的器械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投石车 这两个士兵手中所抱的这种圆形的石块 恰好配合山势滚落下去 可以不停的蹦跳 顺道可以砸伤蒙古军的军人 这种投石车呢 在当时设计的也是极为合理 因为它可以投掷到四五十米外 甚至更远的距离 这个东西相信大家都熟悉 这就是火器 当时宋朝呢 最早应用于军事的就是黑火药 所以说呢 在当时也是非常领先的 蒙古军作战勇猛 之所以勇猛呢 不仅是作战勇猛 还是靠着当时他们所拥有的火器 才能攻占欧洲 而宋军凭借地势优势发射火器 却是蒙古军所不能抵挡的 并且是蒙古军所做不到的 在护国门的城门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战道孔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主要是用来架设战道 在战时呢 这些战道就被抽走了 而这个楼梯呢 早前是并不存在的 所以蒙古军想要攻上来 还是需要架设云梯 那么我们最后来讲 第二三将的钓鱼城 真的是不可破灭的神话吗 1259年6月 宋军吕文德 千艘战舰支援钓鱼城 但是仍被蒙古军打退 这说明当时蒙古军 已经控制了南北水运码头 如此说来 钓鱼城就根本没有必要打 完全可以绕过去 只打重庆 所以呢 究其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蒙古非常固执 执意要拿下钓鱼城 而钓鱼城之战呢 又是蒙古驾崩 可能蒙古也不会想到 在若干年之后 钓鱼城竟然是不战而降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观看